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综合所有的民众的想法 因为很多反应是非常的混杂的 两极化的 那在ABCK四个展区之外 那我们在安乐区这次是没有被展区展览到的 那我自己办的会刊 还有一些我们其他异作在同事之间办的会刊 那各当院都到了 就只有市政府主管单位没有到 那这个感觉就有点像说 我们在炒菜 我们在做菜 然后我们在炒菜的时候 那个锅只有中间是热的 只有中间有下油 有火 有瓦斯炉在烧 旁边的这个菜 当锅还是冷的 那个我们要炒的料还是没有做好 而某个程度上 有一句成语叫瑕不掩鱼啦 因为我会觉得说这一次的城市博览会 虽然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 不管是行销活动 还是一个城市异象活动 固然有它成功的地方 固然有它有它杰出的地方 可是我会觉得很可惜的是说 很多的重要部位是还没有完成的 而在因为没有完成 然后要强制去推动这个城市博览会 所以我又把刚刚那个炒菜的那个理论拿出来讲 如果我们要吃一个好吃的菜 不是只有这个香料放进去 不是只有火候够 不是只有油放下去就够了 你的菜需要好好去准备 你的食材要去准备得好 损失可能要先切齐 那个肉 牛肉可能要去腌过 那我们这次城市博览会 A展区最大的亮点 最大的牛肉应该是我们的成绩转运站 很可惜的 成绩转运站到目前到展区结束之后 还是没有完工 那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在于我们的这个微笑港湾 尤其是在鸡港大楼旁边 重新把这个符轮社的这个塔拔去掉 把一些旧的东西去掉 把新的港湾弄得漂漂亮亮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个新的港湾 你要看到它的原貌 你必须从西岸的码头看过去 才能看到它原来是跟海港这么接近 是一个清水的空间 因为它还是没有完工 那据我记得文化中心 当然这次的光雕 这次的用投影机去投射在这个文化中心的墙壁上 大家觉得印象很深刻 但是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 理论上城市博览会在开的时候 这个文化中心也就是所谓的基隆美术馆 应该是彻底完工的 而且本来据说有这个空桥的计划 就是把文化中心跟东岸停车场这边 利用空桥的模式把它连接起来 跟旁边的港务公司 港务基港大楼 现在正在刚刚招商出去的这个东山东市码头 也一并做一个空桥连接起来 可是这方面的事情也好像不只是说计划上面没有出来 甚至说也设计上面都完全看不到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瑕不掩鱼很可惜的毕业展 严格讲起来这个我们都知道是 林友商林市长要离开前的这个最后 这个最后一五 The Last Dance 但是比较尴尬的是说 这个最后一五总是还觉得说 为什么有点急就张 我上次跟一个朋友在聊这个事情 他说 副作 你宁愿如果你是林友商林市长 你会宁愿把你的所有 这个对于城市的构想 城市未来的规划 城市未来的发展 留给下一任来掛团案外 还是在你最后面 在你有能力的时候 赶快展现出来说 我对基隆做了所有的事情 所以 我个人会对于这个陈博会 我可能给他个65分到70分吧 是好的 是可以很棒的 如果东西全部到位的话 如果这个笋丝可以切齐 牛肉可以腌过 然后各方面这个 这个雕花的摆盘可以更漂亮的话 我想 这个色香味俱全的这盘菜 不只是基隆人吃得起 吃得舒服 看得开心 全台湾也会觉得说 基隆真的有改头换面 更不用讲说 未来我们这些A B C K 四个展区 所留下来的这些展出的遗迹 未来是不是可以 能够实质上的 帮我们城市来做利用 来帮我们城市加值 来吸引观光客 这我觉得 不只是林佑昌市府 接下来需要去想到的事情 更是下一任市政府 应该要去面对的问题 对真的欸 而且在交通的部分 其实很多民众就反映 而且是外线市观光客 在反映说 欸 请问为什么基隆的公车会漏声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熟评宇宙 是 其实刚刚 副作在讲说 你们安乐区没有 好像我们信义区也没有 信义区 对 因为我现在除了 我发现喔 除了国门广场 镇冰渔港 海科馆 沙湾展区 嗯 他好像就只注重这些地方 仁爱跟中一根 有啦 中山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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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国小 太平国小 所以说 那其他区他并没有 那您刚刚还打65 70 70分 大家 市民朋友自己去打分数 那 那其他他就只着重这几个吗 是吗 所以说 那再来 仁爱区 他那里 旭川河的工程 也还没有结束 那很多的游客 我们基隆市最有名的就是 看妈定渔市 那那个挖了那几个大坑在那边 很多工程也还没收尾啊 然后还有镇冰渔港 蛮不错的 我们的彩虹屋在那边真的是 我外縣市的朋友都说 好棒 可是问题是 你在那边 很自豪地办这些城市博览会的时候 旁边还有几个很破旧的一些渔船 甚至生锈漏水 它不仅是就是影响到这个海洋的环保 而且还算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自然的死角 这个也是他没有注意到的 那再来就是说 刚刚讲到这个公车啊 这个为了这个城博啊 我们这个公车也换上新衣了 那换上新衣之后 花了八百万来换上新衣 然后就有这个 我现在把他这个市民朋友的那个line 把他截图出来 他说基隆市民的悲哀表面功夫 金玉区外败蓄期内 他花了百万来改外观 可是他里面的问题一大堆 大家可以看我这边 这边的 这边 这个是用胶带 我用这个红色笔 这里把它圈起来 他这里是用胶带把它贴上去的 小军 你看这样子 今天搭公车又看到熟悉的维修景象 用胶带黏车门 那再来 这个 车内 车内 漏水 胶带贴门 然后你看他不仅是这样 冷气孔的盖子不见了 把手歪掉了 断掉了 真的 这些这个搭公车族真的是傻眼 基隆市外面下大雨 里面是下小雨 所以说只是说 让这个公车看起来好像是很漂亮 可是里面的东西一样是旧的 那再来 我 因为这次的乘搏 其实也 我们也是要给予鼓励 就是他也是有用心在这一块 可是我们也是要提出我们的建议 就是说 其实像这个公车的话 我是比较推展 就是说现在就是低碳 绿能 希望 我是希望说 我们市长已经先花八百万来改观他的外观了 未来啦 未来接棒的市长能够来就是说注重环保 能够低底盘 然后低碳 然后来造福我们一些就是一些弱势的团体 然后还有就是为了我们市民朋友的健康 就采取低碳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基隆市不仅是 其实是最棒的海洋城市 那我们基隆市有好山好水 那也希望就是说陈伯不仅是这 我刚刚讲的国门广场、正兵渝港、海科馆跟沙湾 我们还有很多很美的就是衣商半海的一些区域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透过这未来能够加强 而不是你主动你喜欢做的那几点你去做 那你就忽略了其他我们其他区有特色的一些景点 以上是我的建议 所以在陈伯这部分呢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意见 但是提出来的意见就是要让基隆更好 那我们要请教小庄益总 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下 好 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下 庄益人不好意思 那这一次我也有发现就是说 这一次刚刚因为是副议长提到就是那个毕业展 那他的毕业展我觉得算是一个选举的造势 因为他这一次我觉得市长做好你的市政工作 这是你应该做的 那你的这些展出你却是让里民、社区还有学生 都来看而且你还包专车 然后参观完之后还附赠九十块 不等的一个餐盒或是餐券 那我就不明白了 那因为据我了解当时六月十号是国小生 施打疫苗的最后一天 你让这些长者跟这些小朋友 暴露在这个就是群聚的危险的当中 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而且还花我们自己的钱 对不对 你花的都是人民的公堂去看你的 你所施政的一些政绩 这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因为你让这些老人跟这些小孩 那小朋友听说那时候副作你们安乐区 还有那个小朋友还是说 你如果不去还要用防疫架 是不是这样 然后去到那边展场的时候 还发现了很多小朋友在那边 那我这边是 我这边是发现是很多黎民一些长辈 然后每天就固定在那边搭游览车 然后就整批再去 然后看完再再回来 然后大家回家就领一个餐盒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在为年底的选举 在一个造势活动 我听到是家长跟我讲说 他们直接要他们填身份证号码 说要买保险 然后家长是说以前从来没有这个先例 不管是城市博览会 产业博览会 还是其他什么的活动都没有这个先例 那要拿那个家长的姓名 跟这个 家长的姓名 跟家长的身份证字号 跟家长的电话号码 跟家长的地址 这就很让人家觉得瓜田里下 就是要拿名单 就是要动员 那其实 大家都是要找工作 要保工作 没错 那这样做的会不会太过分了一点 行政动员这样动 很好 是的 这的确很多民众也在反映的事 那小庄益座呢 对这一次成果 其实陈柏惠 其实大家对于我们城市博览会 其实他已经延了第三次了 第三次我们所有的这些动员的情况 其实都是有的 当然也有吸引到一些外縣市 还有一些包括比较绿化的这些长官 各层级的长官 甚至来到我们基隆 他宣布他要做什么做什么 变成有一点点犯选举化 其实对于我们基隆城市的发展来讲 我们不希望犯选举化 其实在历届的这些市长 都非常非常的用心在我们基隆市政上面 只是他的个性跟显像的方式不同 有的比较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身体先养好 有的希望我换个新衣服 其实穿个新衣服出去就好看 我里面虽然瘦得跟骨头一样 或是里面身体上面有坑坑巴巴 但是他衣服穿了就看不出来 但所以我们所有的市议员 都在作为监督的这个角色 我们也看得非常的透彻 我们觉得有很多在于 外包装做好之后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能够永续下去 能够来延续把这件事情来做好 将我们市政弄得更好 这才是基隆真正的光荣 对 真的可以看到基隆的内在要做到好 这是大家最希望期待看到的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政府要营造的这个产业发展环境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小庄益总 其实在这些产业发展 对于我们基隆市来讲 如何让我们自己本身的产业 能够有跟其他城市来做 有效的一个竞争力 像我们现在目前 原本我们是百工百业依靠我们基隆港 但是基隆港因为现在国际邮轮 以及我们港口的营运衰退 包括我们的百工百业 这些所谓的依靠这些工作的生存 包括报官行啊 船舶修缮业啊 其他的民生业 其实都跟港口的这项各项产业 包括船员的那些物资等等 都非常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也导致我们城市的民众 开始往外縣市去就业 这也造成我们 我们基隆港的营运衰退 然后造成我们城市的老化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如何让我们的这个港口跟城市 能够慢慢慢慢的复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也不是说我们办了一个城博会 就可以有办法立即扭转回来 当然我们要好好的去检视这样的一个问题 一起帮我们的产业来做把卖 然后去做审视 这个对于我们 现在目前 年底要参选我们基隆市长的谢国良 谢先生 谢前立伟 其实他对这样 我对他的了解 他对这样的一个方向性 其实他是有的 他看到很多通勤族的年轻人 一直往外线路上班 他觉得有点于心不忍 为什么 以前我们上班的时间是 早上去上班 跟小朋友去上课 几乎是大家一起出门 一起吃完早餐一起出门 但是我在外线路上班的时候 变成这些家长变成是 他六点半 可能就要去赶车子去台北上班 小朋友可能就是 七点多 七点初七点半到学校去上课 所以变成我们城市的一些结构 变成产生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快来引进产业 创造这些就业人数 让我们自己原本的基隆的 本身的经济竞争力能够来提升 所以我对于谢国良这样的一个说法 包括他的执行力 这个是非常 我觉得他有相当的一个计划 在准备在做这样的事情 而当市长不是只有一个执行力 他还要有对于未来展望的一个规划力 如何将我们城市规划 如何去剥划成一个宜居的城市 成为一个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这当然我们希望能够一一的把它 慢慢慢慢这个梦想 把它完成起来 我们常常讲 如果今天有一个梦想 我空讲 但是我虽然觉得很困难 但是我这一步如果跨出去 他才有可能有成功的一天 如果我们停滞不前一直不做 这样就会造成我们地方上面的 各项产业的停滞不前 就业率停滞不前 甚至一些不好的东西也会跑出来 包括我们自杀率 失业率等等就会跑出来 所以以他这样的有执行力 有规划力 我觉得他就是我们常常看的 职棒大联盟 他的二刀流 他有执行力 有规划力 能投能打 他就是最佳的DA群 就是指定打击 也是指定投手 如何能够将我们这城市 一磅挥出去 一个home block 让我们全世界都能看到我们基隆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头 看到我们台湾的台湾头而已 而是先让亚洲城市周边 先看到我们基隆的一个蛻变 然后真正的将骨头里面跟外表 也都一并把它做好 而不是只有所谓的里面 还是坑坑巴巴 外表光线亮丽而已 我们希望一起来 大家一起努力来执行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希望能够一棒成名洋民世界 对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期望规划 我们要请教淑萍你做 其实我们谢前立委 他提出他对这个交通 他提出了几个方案 让淑萍觉得说 他真的是有为我们基隆在出外去打拼的 这些子弟们有用心 他会考量到说民众的一些便利性 那通勤族的一些安危 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经济负担 那所以说他不会说 让这个什么台铁跟基杰 让民众只能折衣 那所以说他觉得说其实他应该要共存 因为譬如说你捷运跟火车 其实是不同的一个运输功能 你想要搭火车 你要搭火车你就搭火车 你要搭机捷你就搭机捷 那他譬如说他在捷运的方面 他为我们基隆市会来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利益 那就是等于说他们本来就是说 等于说他会带动旁边周边的一些产业 那讲一些就业率 那第二个他可以 就是说现在我们去搭这些大众交通工具的时候 那最重要的都是停车问题 那你现在就是把停车就可以 譬如说他就可以 现在我们基隆市很多学校下面也有地上停车场 那现在他把它拓展到行政大楼 下面也有地下停车场 那再来第三个 他是说双轨并行 就是我刚刚讲的双轨并行 然后保留台铁来带动 就是我们现在副座的这个选区 安乐区的一个发展 就是说等于说应该就是朝着保留着 集结台铁这个方式来并行 然后第四个就是说 他现在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那个公车 就是尽量就是低碳 绿能 然后至少让我们的环境 能够就是等于说 我们的空气品质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就等于说加入一些绿能的一些公车 然后再来就是说 能够就是说捷运到的地方 还能衔接我们的公车 那以上我是觉得 对他的这个交通的建议 我是非常的认同 而说到刚才的绿能公车 其实这是个国家的政策 我们要请教小庄一座 其实刚刚何淑平何议员 讲得非常对 现在目前我知道 我们中央有提出一个政策 就是在2030年前 将所有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 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基隆 对于这样的一个执行力 其实是等于零 我们目前我觉得我们基隆市公车 好像没有半台是电动公车 但是我相关查了各县市的一个资料 都是一百起跳 他们都已经开始准备了 现在2022年 我们再来就是只剩下8年的时间 8年的时间如何去做整备 将这些电动公车 市区的电动公车 一切把它整理起来 这是一个相当艰辛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我们之前应该就要做了 为什么现在到现在还没有再动 因为公车营运亏损 我们也在提出所谓的公车营运改革 也希望说它能够提升所谓的 公车站体以及公车站以及公车等等 来做一个广告的行销 来增加我们的收入 而且也让我们城市的一些LED 让我们觉得城市的一些景象 以及科技感能够带出来 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国门 成为一个荣耀 所以电动车其实它跟油车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虽然价钱会比较高 但是后续的保养的问题 一般我们常常看就是有公车的修散厂 修散厂它几乎二级厂三级厂等等 它都几乎都是柴油车 柴油车不好修 它的机能上面等等常常会出问题 但是电动车的一个维修率保养的方式 会降低很多 所以它以后整市的大概十年等等 它的成本其实是差不多的 而且又能够造成我们地方上面的 公车的营运的一个财政的问题 能够慢慢一个疏解 对于我们公车目前 市公车的一个状况 当然将来也有可能去推向民营化 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不是能够在于我们中央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将民营化一并来考量进去 当然民营化会产生很多问题 有很多路线可能就消失了 包括现在下个月从7月1号开始 我们开始有开始实施所谓的两段票的一个政策 就是上科刷卡下车也要刷卡 可能有几条路线也开始要先来动 其实这早就应该要动了 从我们一上任这一届的议员开始 我们就已经跟市政府讲 一直建议 一直建议 不断的建议 你看到现在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 他都快毕业了 大家都快毕业了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来为市民来服务 因为我觉得就靠据林北祥 林副义长曾经讲的 选举就是一种找工作的一个桥梁 这个员工如果这四年做得不错 我年底的时候我来继续跟他续约 他做得不错 他很认真很努力 我们继续跟他续约 如果这个做得不好 我们当然就不跟他续约 像我们市政也是一样 我们应该要一直延续下去 把每一件事情先把规划做好 所以我们在这下半年 其实我们很多国民党的这些议员 我们大家都在想 我们一定要把原本应该要规划的 一定要在年底的包括预算上面 我们都要紧盯这件事情 因为有了延续的规划 才能让市政不断的一棒接一棒 真正的跑下去 而且未来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个双刀流的DH 能投能打的一个好市长 大家一起来努力 真的 就是要深入在地为民服务 而在在地为民服务这件事上 其实他们上礼拜 长辈在打第四季的时候 三位艺座其实都有到现场 也有民众发出了一些声音 我们快来看看 暖暖区疫苗接种站打气相当旺 长辈们依序排队进场 是打第四季莫德纳疫苗 不过更有许多长辈直接问 亲自到现场服务 提供矿泉水给长辈解渴的市议员林敏勋 以及提供折叠善给长辈三粮的市议员连恩典 原本市政府说好的 要发送的五百元礼券 怎么没有了呢 怎么信任嘛 对 你的公告也不是不是说 只是口头说 你还是正式公告 是 广传 你传到最后 你看大家都 都傻眼 干瞪眼 那样 你代表我们再继续来 你不要说 为了你要冲这个死打力 你就用这种骗老百姓 那我们老百姓何估啊 对 市议员王省之则 因为确诊居隔中 派研究员到现场协助服务 而对于许多民众之一 市政府没有发送五百元礼券 变成加送快筛季的问题 议员表示 应该是中央的问题 但是会在市议会召开会议时 要求市政府解释清楚 我们要先请教淑评一座 是不是 那时候在信医学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情况 对 六月二十到二十四号的时候 是基隆市 六十五岁以上长辈 施打第四剂的疫苗 那这五天淑评都有在那边 然后第一天的时候 第一天的时候就开始有长辈 打完下来的时候 就问我说 奇怪 不是说有五百块的礼券吗 怎么给我一包东西 给我两包东西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 就是他们都是看到 这个魅力基隆也有 这里 就有说赠送五百块礼券 可是他后面又给他写说 五百块等值的礼品 或快塞剂 那我在这里我就不懂了 其实从四月份开始 其实我们疫情已经两年了 可是我们这一波是从四月份开始 就是爆发 然后我们历经了口罩之 就是抢口罩 抢疫苗 抢快塞 那我都不懂 那个 陳时中 陳部长 不是讲说超前部署吗 那为什么还让我们民众 来抢这些东西 那抢这些东西 我也不懂 为什么不懂 我就是 也要问问看小君 比如说那时候 我们这个有企业 要来赞助我们这个疫苗的时候 中央党三党四的 对不对 党三党四 应不让这些疫苗来进口 然后 却去买 国人不爱打的高端 那我要请问一下 现在剩下的高端呢 剩下的高端呢 那再来 第二个 抢快塞 抢快塞 在四月二十八号 实名制的开始 来 就是配送到每个药局 有的民众 早上五点就去排队了 五点就去排队 排了大概 两三个钟头 一个药局才配发七十八个 让这个那些老人家 也好 或者是说一些 这个 呃 我有看到一个老人 就带了一个小孩 就去排 然后就在那边排 然后排到他的时候 有的排到气的要命 刚好没有 排到他刚好没有了 对啊 那keep put他也是 会来我们服务处啊 可是这个就是中央 然后还有的 拿错 看错了 今天是单号 双号 他那时候就是 第一个有限量 然后还单号双号 然后去到那边 到那边 欸 截止了 可是这一次 我们的这个 六十五岁长者 他去的就是看了这个 这个有 五百块的一个礼卷 他们去 他们去县长来施打 他们气的 他们不是说在乎这五百块的 的一个 一个礼卷 他们在乎的是 你 你做不到 你不要说 你做不到 你不要说 你不要用你的话术 他们觉得这是话术 他说五百块 等值 这个我应该要问消保官啊 对不对 你先写五百块 你就写说你说快塞就好了 你干嘛写五百块 搞不懂 然后后来 我刚刚讲的过剩的高端 我在想这是不是政府过剩的快塞啊 对啊 你是不是过剩的快塞 你没有 你之前缺快塞 你就赶快去订购快塞 那你订购了快塞 你送不出去 你就塞到我们地方来 然后你塞到地方来的 的这些快塞 还不是 我们这些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能够使用的 我这里飞鹊 飞鹊这个 这个新冠 新型的新冠病毒抗原的快塞剂 这个此 我我我这里有写 此产品只是供应这个医疗机构 医事人员 我那我看到我也觉得很惊讶 这个你说长者不会用 他回来他儿子下班回来帮他用 结果没有说明书 没有说明书 第一个没有说明书 再来我就赶快的赖给我们这个 那个我们的吴哲成 吴局长 然后他也跟我说 这不是家用 这是医事人员用的 这个是第一个 那再来呢 我不是说我占了五天 这状况百出啊 一下来都是说500块礼券呢 甚至还有人跟我说 是不是我们信义区的议员比较小 别区都有 只有信义区的议员没有 我我没有办法去解释了 那再来他发了总共有发 里面这也是我的选民爱给我的 这个总共八支嘛 八支八支快塞里面每包都少一样了 是要让大家玩拼拼了吗 奇怪 你你你给这个快塞第一个没有说明书也就罢了 对不对 又又是这个医事人员用的 那每包都少一样 那你你是 要拼拼拼拼拼的老大人吗 那而且还 还两种制度 一个是你去去公所打的 就是快塞 另外的 有500块礼券的去诊所打 我不懂耶 那你把我们这些 守规矩的乖乖的去我们去公所 施打的这些长者 你们把他当成什么 对不对 那你又把这些 这个诊所又把他们塞爆了 因为去还要另外再预约嘛 那你你去 我们不是就是辩民吗 我们就是辩民才用去公所 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机构来 借我们去公所来那边施打 那你却是两种的 两种的方法 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因为我们站在那边最直接嘛 最直接可以去 跟这个这个市民朋友面对面 刚刚那个播出来的那个画面 还算是和缓的 有的 有的人还直接把那个快塞技摔在地上 所以说我觉得啦 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说 他们在乎的不是那500块的礼券 不要用这些话术来欺骗我们的长者 谢谢 那小庄一座呢 其实 刚才何议员 刚才在陈述的时候 其实这些事情我历历在目 因为在上一周打疫苗的时候 我从早上八点钟一直站到下午五点钟 一直到结束 我都是最早到最晚离开的 我先去看一下动线跟卫生环境 跟是不是长辈这些 等一下来施打 是不是能够更方便更安全 对于快塞技这500元的这个乱象 其实在我们中山区也发生了非常非常多 甚至有人来 好不容易他已经就定位了 准备要施打了 他知道没有这个500元的礼券 他份额就离开了 也有很多长辈 他是直接将那个快塞技技 就放在椅子上面 他就不拿走了 因为他说这我不能用 这跟我看的不一样 因为原本我们传统的是 有一个白色的卡夹 然后我们去看几条线 后来这些有的品牌的快塞技 跟我们一般看到的 可能就是刚刚何议员讲的 他其实是医疗人员在使用的 不是一般民众使用 而且用夹链袋来包装 让所有的那些长辈 说这是什么牌子的快塞技技 他们都看不懂 他们甚至都在讲说 这是夜市卖底 什么是夜市卖底 就是夜市买的 很像地摊货一样 但是这苦了这些基层的这些医护 他们都在包装这些东西 一般我们来讲 如果有配套措施 我一定会是10技或是5技 我这样送 它是一整盒的 因为我们也要考虑掉 这些医疗用品的一个安全卫生的问题 可是变得逼得这些基层的医护 他还要再另外拨一个时间 去分装这些 然后又要去照顾这些长辈 又要帮他们施打 施打疫苗 等等的问题 造成他们真的非常辛苦 他们从整天穿着隔离衣 帮长辈这样一个一个施打 有的外包的像我们中央区是新昆明医院 这些医护也非常非常的辛苦 包括我们卫生局 卫生所这些员工 都对于这样的一个快篩事迹的乱象 也感到非常非常的无奈 民众真的就是如同何议员讲的 我们只是希望说你当初告诉我们的是怎样 我们就照这样来 你不要到了我们到了现场之后 才说一切都是一场误会 甚至有很多民众 应该何议员应该也有遇到 他带着印章来 结果我们的宣传上面 有希望他们带印章 因为为了就是要领取礼券这件事情 然后反而印章大家 长辈这边掉这边掉 因为我们在疫苗站常常会看到 长辈有时候拿一拿健保卡掉了 我们就帮他剪 印章掉了帮他剪 等等的问题 造成我们这样施打疫苗上面的一个困难度 然后民众不断的抱怨 也对于医护不断的抱怨 然后我们再不断的解释 不断的解释 其实这就是中央的配套的问题 因为我相信 基同市政府卫生局 应该也没有办法说 控制说他要给我们多少礼券 应定是中央给的礼券不够 不够造成地方上面分配一定不均 所以退而求其是想出来的一个天才想法 就是我们等价的快三世纪 就一次拿了八计 八计通通不会用 然后这就是造成地方长辈的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然后也变成一个我们市政上面的一个 让人家非常质疑的一个地方 因为后面的其他的五百块到哪里了呢 这些四季的快拆四季等同于五百元的快拆四季 又是打从哪里来的呢 这让大家所有的问号 我们将来在议会上面 对于面对这样的质询 我们一定会来提出讨论 是 就是真的在关心地方民众的心声跟想法 那当然三维一座在地方经营上也都非常的深入 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佩祥副作 在安乐区的建 就是地方建设上 其实花了很多的心思 其实最关心的就是我们通勤族的权利 因为我们知道安乐区真的住的非常多的民众 都是往台北去上班 但是在佩作在上任之后呢 其实做了很多为通勤族民众所着想的事 我们要先请教佩祥副作 可以这样讲 我想我们从政都有个梦想 我们三个人从政都有个梦想 那我可能 比较直接把他讲出来 就是说 为什么基隆人要到台北工作 为什么基隆没有好工作 为什么基隆人不能留在基隆工作 这是大灾问 我问自己的朋友 他们说这是大灾问 这很复杂 这是果 这不是因 这个是有关市政规划 这有关都市规划 这有关都市规划 有关产业发展 连你又差不多跟我这样回答 那 好 那我现在我没有这个权限去做这些事情 那我退而求其志 我能不能让我们基隆人多赚点时间 回家 都赚点时间过生活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 小军刚刚讲说我对通勤组很关心 因为我们基隆市有十万人 是开车上班 是坐公车上班的 那十万通勤组是我们基隆市最精华的人力 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是十万支持基隆整个经济最重要的人 那不能让他们在基隆工作 不能让他们在基隆找到好工作 那我们至少希望说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自己可以掌控 然后能让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天 多半个小时多一个小时 就有自己可以让自己可以生活的时间 那在我们安乐区 目前第二条最忙的国道公车编号是叫9026 在五月份的时候忽然首都客运 他们的承包客运公司紧急说我不玩了 我9026要停死 在10月底就全面停死 这件事情一出去之后整个大炸锅 炸到现在我刚刚在看PTT PTT还在讲说9026现在状况怎么样了 当初说关心的议员们怎么都不见了 跟各位报告 这一份是6月8号 我请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的 召委洪孟凯立法委员所开的 有关9026的协调会正式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里面主要三个结论 第一个 符合客运既然已经飙到9026 请依照实际运输状况 尽快再提给公路总局審议作业 然后9月底之前开始营运 所以我们乘客的权益不会少 第二个 9026路线要从台北、新北、七龙三个地方 尽快安排会刊事宜 以确定每一站跟每一个班次的时间跟路线 那这个时候我一定会出席 勘查每一个路线 勘查每一个站席 第三个公路总局保证 9026这条线不但不会断 他们会保证说这个中间接手的时候 会是一个无缝接轨 他们服务品质、班次各方面 会尽量保持跟首都客运在营运的时候 一样的状况 所以很多人在公路 很多人当然很多 我们这个民主社会里面 这个酸民hater是很稀松平常的 那今天把这个东西拿给大家 就是跟大家证明说 我们有在努力 而且我们实际上我们有做到 我们不是只有说讲讲说 我们会去协调各单位 我们实质上协调各单位之后 有正式的会议记录 也获得主管单位的保证 说9026一定活得下来 那另外一方面呢 跟各位讲说 当然这个已经四年了吧 为什么又把这东西拿出来呢 因为目前营运的不错 刚开始本来是10班10站 现在最新的状况是15班 15站16班 其实很快就变16站16班了 那而为什么我要特地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讲的 最主要原因是 未来如果9026的状况出任何问题的时候 我会请西北市政府跟台北市政府 针对跳蛙安乐内湖县再做加班 因为9026的客源 很多人是从内湖做捷运到南港展览馆 再做9026回来基隆的 那我因为知道这一点 所以我上任之后 在四年前我就跟大家 算是一个超级 我那时候开出这个证件的时候 我自己都觉得说 我会不会变第二个韩国瑜 会被他打枪 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如果是钓 我一定弄一条国道公车 从我安乐区到内湖 那还好这个 这个比挖石油来的轻松 我做到了 可是做到之后 这班车现在天天满车满班 所以本来10站10班 现在已经加到15 15站16班 未来会不会加到16站16班 是目前双北的跳蛙公车里面 营运绩效最好的一个公车 但是可能不够 因为甲石9026的班次不足 或他的营运效能不够好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要找更多的国道公车 把我们在内湖上班上课的通行组好朋友 从内湖接回来基隆 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讲的跳蛙公车 我就会麻烦他们 多做一点 帮我们基隆多申请点福利 而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接下来如果 刚刚小庄一座讲到 我们现在是在想办法在申请工作 在保工作 如果顺利还有工作可以做的话 还是在这个职位上面的话 那我会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安乐区 甚至让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都可以享有更好的油气空间 所以有关大五轮森林公园第二期的整体规划 然后会能够整体尽量的用低密度的开发 低强度的开发 来去制造森林步道 从大五轮的棒球场一路上去 这个案子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大五轮地区会变成基隆市 除了暖暖之外 另外一个可以让人家有森林步道可以走 甚至可以露营的地方 那我相信这样对我们安乐区的好朋友 甚至全基隆市的好朋友 都有一个新的可以休息的场所 这是我未来至少在这半年到一年之间 我能做的 我还可以做的 而我将会去做的事情 是 争取这个休息场所真的会让人家 很有幸福的感觉 其实在信仪区我们淑品一座也有 我们要请教淑品一座 是 因为我们基隆市多余嘛 那我担任议员这么多届以来 我最争取的就是 田辽河的休闲步道 拆除那维建户 然后休闲步道 然后再来就是 现在那个杠子疗炮台 我们刚过的那个 追加检议算也过了 就是杠子疗炮台有这个 有厕所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因为我接下来会再继续来争取 东光公园跟这个天鹅洞那边 我等一下再依依来跟大家说明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现在这一个 这个就是我现在要 你看它现场现在目前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它是位于这个东光路上 东光路32巷那边 所以说到时候会取名就是这个东光公园 那这就是它的位置图就是 它现在的这个整个面积量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就是为了让这个整个基隆市的这个市民朋友 它能够就是说能够就是各区在地的运动休闲 然后透过这个优质的这个绿地公园呢 透过整就是整整体的这样子的改善 然后能够结合这个社区的资源 然后透过社区的参与的方式 凝聚这个社区这个居民的一个积极参与 因为未来除了就是我们的因为议员有建议权嘛 建议权跟监督权 我们除了我们的建议之外 也希望在地的朋友能够积极的来参与 来打造属于他们在地的一个文化 乐伙的一个空间 还有一个公园的绿地 那所以说32巷大家可以看 现在它现在停了很多车 然后还有就是说 因为它之前我在去年的总咨询 就已经跟林佑昌林市长来争取了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奇怪 为什么都还没有动工 那就是说您看到这里 现在是不是上面还有一些建筑物 就是说他们在诉讼当中 因为这个陈租人他是认为说 我当时租这块地的时候 已经有这些建筑物了 然后你现在要我拆屋还地 那这个费用算谁的 那拆这个好几十万 对他们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所以说他在跟这个市政府诉讼当中 那预计因为在去年我跟市长争取预算的时候 已经争取到645万 645万的经费要来做这个东光公园 那当时市长本来是想说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口袋公园 那结果就是我不断的在总咨询跟市长在那边沟通 你不会说为了做一个小公园而花了这么多钱 你应该是串联起来 因为尤其是这个东光路32项 又是在东光路的一个半山腰 你无论是你想要继续运动 你可以往前走 你可以去杠子撩炮台 你往右走杠子撩炮台 你往左走你去中正公园 那如果说你只想做一个就是短时间的运动 你就可以在这个公园绿地这里 你就可以在那边运动 那现在我讲说这是去年度的预算 市长已经承诺俗平 就是说编列645万来做先期的规划 那现在我要跟各位市民朋友来报告 他现在第一期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 看起来U型红色的部分 就是现在我把它放大 就是变成一个U型的一个部分 那他第一期的工作就是我刚刚讲的 空污的一个拆除回田 然后还有改善旁边的人行 人行道的一个建制 那还有就是旁边 旁边的所有的管线 排水系统他都要做一些更改 然后我们那里有一个公车站牌 他也可以就是顺着这个工程 然后变成一个一个智能智能的公车站牌 然后再把我们这些草坪把它就是把它铺平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停车格的问题 他在旁边他就可以多出来 大概二十个的停车位 那那天总咨询完之后 淑平有跟这个去年总咨询完的时候 我有跟市长去现场献看过 然后现在就是说 我觉得说停车位还是不足 那市长有允诺就是说会协调新一国中 把后面的后面的这个校地把它腾出来 可以跟教育处商量看能不能挪出一些空地出来 然后继续的来增加我们的一个停车格 然后让我们附近的去运动的一些 这个长者也好或者是附近的居民也好 有一个位置可以停 真的就是要为民服务深入在地 对 所以其实在中山区也有 在交通的部分 其实我们的小庄义座 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其实对于中山区的一个交通的优化 我们首当其中 现在目前的成绩转移站即将要开通 也就是我们的中山一二路原本就有潜在的一些问题 我们一直要求希望能够将两个分隔岛改成一个坑格岛 废除掉货柜专用道 但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下面的共同管沟的问题 导致这样的事情比较难执行 于是我们现在就一直在跟交通处 也责成他们希望在年底能够编列预算 将我们的成绩转移站以及中山一二路 一并将所有的标志标线耗字等等 以及回转道代转道等等 一次来去请外部的一个交通专家 顾问公司来去做整合的一个规划 来将这个西岸的道路能够优化 其实西岸的道路优化也不止这一点 包括我们现在目前西丁路的自来水管线更新 它未来就是会将管线整理好 还有其他管线公司也会进来 然后将我们整条路重新再铺过一次 然后之前在牛昌领事长在一个场合上面也提出说 中华路到中和路口也要做示范道路 当然这条路比较长 我们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慢慢走 然后未来我们的中山三路中山四路 也因为中山三路通关工程 也会将所有的道路也一并来整并 同时我们会要求港公司 希望跟航港局 来将我们所有的一般的货柜的 货柜车货车的专用道能够来实施出来 不要再跟我们一般的民众一起挤在同样一个道路上面 所有的港区的道路有很多长辈住在那里 长辈如果骑着摩托车跟货柜车一起同一个车道的那种感觉 可能一般人没有办法去体会 我们住在当地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 真的是形象还生 而且也有常常有一些油灌车翻覆的事情 甚至还有隧道的边坡没有整治好 导致土石流的问题 我们都觉得说港区的道路应该要赶快来进行优化 同时要将货车的进出 来做跟一般车辆来做分道 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串联我们的观光产业 目前我们现在的高原新增上面的港副长的宿舍 已经明年应该就会完工了 它以后可能会呈现一个文创园区 还有我们酋子山灯塔的步道年底也会再编列预算 然后再来我们的仙洞 仙洞岩那边 我们希望能呈现一个老街 能够把它营造出来 让那一个地方能够截留九份的一层的观光客就好了 这对于地方上面的就业率 产业的发展 观光产业的发展也是非常好 再连接所谓的我们的百米用炮台 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 而且我们那天才进行所谓的旅客服务中心的启用典礼 这些都是一些观光产业的串联 以及我们太平清了 现在以后可能也会规划缆车到山上去 我们未来也希望它能够规划到 将后面的一个大德国中 将北台湾在最北台湾国门附近的两间废弃的学校 能够一次把它重新来去做整備 相当于一定会成为我们北台湾以及教育界 以及观光产业上面的一个新亮点 然后将我们缆车一起来做串联 让我们山顶上面的一个漂亮的风光 以及看到我们港城丘的一个美丽城市 能够做得更好 然后我们希望我继续来为中山区努力 相信我们安乐区有林佩祥 以及新义区有何淑品 都是真正才是棒棒是强棒 然后我们会继续把它延续下去 好好的为我们市民来争取更多的福祉 让我们基隆成为真正有爱的城市 是 最后一分钟我们也请副座跟淑品毅座 来跟大家分享 我在这边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呼吁一件事 选举有些时候是行销手段 是一个行销手段 但是很现实的就是说 我们最后面选人 是看这个人 帮我们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他能带给我们些什么 不是他现在就该做什么 而是他未来能够做什么 市长候选人是未来要当市长的人 那他做的事情 如果现在他就能做得到的话 他不应该等到他上任之后再去做 反而是说现在他做不到的事情 可是他敢喊出来 那基本上来讲 我认为总比一些 现在在做他本来该做的事情 但是他现在在做了 因为他要选下一份工作 他要拿下一份工作来的价值 所以我会在这边呼吁大家去看 不只是说他过去做了些什么 而是更现实的就是说 未来基隆市的愿景是什么 这是我们要在候选人身上看到的 不管是市长议员甚至里长都是一样 以上是我的想法 竹评一字 我们现场有副座还有庄议员 我们都是在地为民服务的民意代表 我们都努力的为地方来争取建设 我也希望一区一特色 让我们让基隆更亮丽 如果要服务的话 欢迎大家来找我们 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一座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